金門古寧頭抗戰英雄李光潛團長 在暫後被追贈少將已經將近30年的時間 現在傳出發多次托夢想要晉升中將 而當地供奉李將軍的將軍廟表示 已經獲得先總統蔣中正的同意 終於順利完成晉升儀式 在尖章上掛上象徵中將的第二顆星星 古寧頭抗戰英雄李光潛 終於完成期盼已久的晉升儀式 民國三十八年 中共解放軍登陸金門古寧頭 與國軍大戰三天三夜 團長李光潛率先領軍反攻 卻遭炮火命中身亡 雖然戰後追贈少校官賢 但李光潛的同學都已經官拜上將 只好托夢表達心中想法 這兩三年前一開始就有在講 他要晉升中將 總統就報告不報 我們 從頭到尾就認為 那有什麼可能 體制上是不可能 李光潛想晉升中將 不只國防部無奈 沒有潛力可循 總統馬英九也幫不上忙 最後在已故總統蔣中正的同意之下 十月正式完成 首屆儀式 官方沒辦法他生 他... 地下那些六個都他生的 所以他要成功表 我們就是說 如果成功的話 那幾個都沒過啦 以前他也沒拿薪水 以前他也不沾車也沒有補充 那個後面要退後快就沒問題 對嘛 因為老闆是 以人家跟他爬面這樣 比較多 應該也能夠破裂 一直以來被金門軍民當作守護神 新建的廟宇更是香火不斷 如今得以如願晉升 廣大信眾們 不但放下信眾的一顆大石頭 也齊聚一堂 共同分享榮耀 聯合報成像星 金門報導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神明將軍叫做李光潛 李光潛他本來是上校 後來升到少將 現在聽說要追風到中將耶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什麼人告訴其他人說 他要升中將 等一下 我們就來揭秘 另外總統府立法委員說 裡面陰風聲聲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等一下就告訴你總統府裡面更多的秘辛 還有北京的故宮最近又雙失命案出現了 是否北京也有事情發生 但是在現在這時候 我們就先來提提李光潛了 李光潛他最主要就是在古寧頭戰役的時候 李光潛他戰死了沙場上 但是後來在金門就立了一個神廟 這個廟就是紀念李光潛的 他現在可是少將 但為什麼他會要升中將呢 民國38年古寧頭大戰 李光潛將軍在那個時候不幸上命了 後來為了祭祀他 幫他蓋了廟 而且你看 供奉了李光潛將軍的這個神像 是穿著軍服的耶 對 那個黃埔軍裝嘛 對不對 對 好 但是觀眾朋友會問啊 為什麼現在你剛剛一直在講說 有人要把他追風晉升為中將 我們來看畫面 這就是晉升追風的畫面喔 你知道中將是幾顆星星啊 兩顆星啊 那本來他是少將才幾顆啊 一顆星啊 所以這時候就要給他再加 按上去了 那純金耶 空金耶 那是純金 七一 一顆星星 七千二 好重喔 真的變中將了 對 明天幫他打造的 而且還是真的黃金座的星星耶 對 好 但是觀眾朋友 你看到我們的標題不是寫嗎 晉升中將有迷耶 什麼迷啊 到底是誰說 誰說要幫他晉升的呢 對啊 神明神宗將是中華民國 那就是死去的李光前將軍 自己說要晉升的 他自己說要晉升的喔 對 他透過了託夢 託夢還有就是 附身在姬身的身上 然後表達說 我要晉升中將 而且 而且他在夢裡面 在這個附身的過程 他還講他說 我取得了蔣中正的同意喔 什麼 蔣中正的同意 好 那麼觀眾朋友 現在看到的是中將 那之前應該是少將 少將 其實他當初被追封為少將 也是這樣託夢來的耶 所以也就是說他過世的時候 其實是追封到上校 他過世的時候 當時國防部只有給他晉升到上校 可是四五年前 那個時候有的是李光前一樣 就附身在這個姬身上 還有李光前有個副官 姓韓 韓副官 不是只有李光前自己會附身喔 還有韓副官也會來喔 四五年前那時候姬身就講 這個我應該要被追封為少將才對 那一次廟方就有把他追封為少將 而且呢 尤其說也有報請了國防部這邊 然後還小蔣也同意 就是蔣經國先生也同意了喔 好 那現在時間拉回現在 今年的10月12號 是我們李光前將軍的 什麼祭祀活動要展開了 那前兩天就會展開 建教的儀式 結果呢 這兩天就發生了怪事 什麼怪事啊 首先第一天是 當時廟方的主委 還有總幹事 還有呢 這個其他的文書組長三個人 在廟的兩旁 他們在左右兩邊辦公 辦公辦公辦公到一半 突然聽到 這個鎮店啊 觀眾朋友看一下 他有個大門 這大門一定上鎖的 為什麼 因為平常怎麼會讓人家 長驅直入鎮店呢 嗯 再來 這個大門一定很重 有去過廟都知道 有木門 木門又厚又重 打開來會尷尬的聲音的 上鎖 又厚又重 平常不得有人出入 因為他是神明走的 是神明才能出入 好啦 結果呢 主委辦公 總幹事辦公 維書組長辦公 突然聽到 砰 門被打開了 嗯 門 誰開的 誰把他打開的 當時他們也不知道 那個門明明很重啊 不可能你說開就打開 而且裡面還上鎖的 那不知道的情況下 有插銷插在上面 怎麼可能就這樣開了 對嘛 所以不知道情況下 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小偷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想說 那應該是小偷 不會吧 小偷還這樣子大搖大擺的 破門而入啊 有可能 因為裡頭有什麼 貴重的 我們講啦 信徒金的 像有錢 還有黃金啊 好啦 就正他們在想說 要趕快去抓小偷 又想不對啊 那我們大門有裝警報器啊 警報器為什麼沒有響 還有我們大門有上鎖啊 那鎖是不是可能被人家撬開 那是不是可能拿鑰匙開了什麼的 結果就去查 就發現 第一 警報器沒響就算了 鑰匙也還放在那個什麼 放在抽屜裡頭 都沒有人動過 那這大門到底是誰打開的呢 那門為什麼會開了 對啊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門怎麼突然被打開 然後又沒小偷的情況下 那自然會想到什麼 想到是 李光潛將軍自己打開大門 要走出來 因為隔天 再隔一兩天 就是我的祭祀活動了 我要出來驚驚驚驚驚 真的只是出來驚驚驚驚嗎 隔天 雞同又來了 雞同講 昨天 李光潛將軍很生氣 他氣得走出了他的大門 那不就不謀而合了嗎 所以門吃完直接放個打開 昨天不是門打開嗎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沒有人打開找不到小偷 結果現在隔天 雞頭就來講說門被打開 因為李光潛將軍氣得走出大門 你猜他氣什麼 氣什麼 就是氣說 為什麼我孩子是少將呢 我應該要被追封為中將 而且蔣仲正都同意 你知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跟他同期的 像是蔣仲林或許利樓 不是上將就中將 對啊 那為什麼我不能是中將呢 同期嗎 所以你把這個 所謂我剛才講的這種 就比較神明的巧合 奇怪不可思議的現象 再加上他脫墨在雞生身上 所說的這些話 他心中的一些不平 他的怨 所以信徒覺得 對 那應該要給你加持 就會回到剛剛你看到的時候 所以才給他岸上星星的 一個追封典禮 李光潛將軍的廟 他對金門當地人來說 是一個守護神 而李光潛將軍 他是這樣子第一次的顯靈嗎 其實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連著金門縣長都有看過 李光潛我跟你講 生前帶兵打仗 英勇衝鋒對不對 但是他死後 也要為他的弟兄討回他的什麼 應該屬於他們的正義 跟光榮對不對 好 這樣子講的話 我跟你講 以前根本沒有這個廟 那個時候還沒有李光潛 這座廟 這個廟是怎麼來的 對啊 這廟怎麼出現的 到底怎麼會有這座廟的 在當時金門的老百姓 了解李光潛的這個戰役 英勇的過程嗎 並不了解 不了解 對 好 怎麼來的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超自然的傳說 其實好多年前 突然有一天 一個女子從金門的海邊 慢慢地走到金門縣政府 你知道她身上穿什麼嗎 穿什麼 穿軍裝 等一下 女的穿軍裝 一個女孩子 年輕女子穿軍裝 戴軍帽 鄧軍靴 懂 懂 其實不是這樣 她有點亮嗆 有點 因為她女孩子 她不像男生一樣 這樣走得很有氣勢 走到金門縣政府 你知道 一到金門縣政府 你知道那個時候 還叫戰地政務 以軍領政 縣長都比秘書長小 一看到秘書長的時候 她 這個女孩子 正面劈頭就講說 看到長官走不敬禮 結果這個秘書長說 我比縣長還大 我跟你敬禮 你笑欸 隨從 把他趕走 結果那個女子震懾到 我是李光潛團長 不得無理 哇 這秘書長一聽 等一下 一個女孩子說 她是李光潛團長 她說我是李光潛團長 她怎麼自己在那邊說 她是李光潛團 一個女孩子講的是男生的話 仔細再一聽 她的聲音果然是男生 什麼 聲音的聲 不是女生 你秘書長 半信半疑 但是將信將疑也請教說 你是李團長 請教一下 請問你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在古寧頭戰役嗎 對 他就把古寧頭的戰役 他就慢慢地把自己的軍帽脫掉說 我就是李光潛團長 在64年前的古寧頭戰役的第一天 我是如何如何的率兵打仗 結果我在第一天衝鋒的時候 中槍倒地 可是我當時並沒有死 我只是流血而已 而且這場戰役三天三夜 整個過程講得巨細迷遺 你知道嗎 他從一個女子的口中 講出李光潛生前的這些事情 秘書長一聽 覺得這可能不是騙人的 對不對 有必要去查一查 後來查了真的發現說 李光潛團長真的是 其實當時倒地沒有死 過了三天三夜 因為弟兄們沒有發現 以為他死掉了 他失血過多而亡 去查國防部的資料 秘書長發現說 這裡面女孩子講的 每個細節都完完全全印證 你是說完全吻合 完全吻合 怎麼可能 不好秘書長倒退三步 居然要完全吻合 這個女孩子究竟是誰呢 然後這女孩子說 必須要幫我們建一座廟 來怎麼樣追憶我 李光潛團長以及我那 死去的弟兄 這樣我們在地下才會 幸福啊 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 這個時候馬上秘書長就抱上去了 結果清查發現說 李光潛的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 然後國防部還讓他晉升為少將 你知道嗎 當下就決定要建李光潛廟了 結果這個廟在建落成之後 這個女子出現在廟前 把他的軍服脫掉 代表什麼 代表他心中的大石頭 終於放下去了 後來這個女孩子軍服一脫 馬上回覆他自己的本身 他說我到底講了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他完全不記得 所以那個女子他在之前講的話 他完全不知道 李光潛的事蹟他完全不記得 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他根本不記得有這些狀況 我告訴你李光 但是他的軍服一脫下來 他就回到了他自己了 他就回到他自己了 不要不信 金門人當地都相信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講說 到底李光潛當時 他生前是少校對不對 他的事蹟究竟是如何呢 當時是第十四師 第四十二團的少校團長 那個時候才剛剛撤退到金門 那個兵皮馬困 馬上共軍一萬名要渡河了 共軍二五一加強團 共軍二四四加強團 共軍二五三加強團 山路萬名 萬名共軍渡海 渡的激動山盤來夾擊 就是古寧頭戰役了 對 這個時候我跟你講 他們這個李光潛 他那個時候只有什麼 一堆菜鳥兵你知道嗎 他只有個戰車營為主力 他這時候要應付在海底下 冒出來的一堆水鬼 你知道 而且我跟你講 共軍已經上岸 他只有一台M5A1的 小小的坦克能用 其他坦克拋錨啊 怎麼辦 一個戰車營只剩下一台戰車可以用 根本沒辦法打對不對 對 好 就想到 我們就想到 搶救人人大兵那個景況了 你知道嗎 你走在沙灘 你就是死啦 你知道嗎 一定要攻才有活路 然後那個時候我跟你講 共軍上岸已經佔據了一個 叫做林錯 當作臨時指揮所 就很像我們板橋的那個 板橋那個什麼 林家大院 林家主措你知道嗎 那是一個很大的主措 共軍已經成為臨時指揮所 當時李光賢就決定要攻 直接攻 這個臨時指揮所了 結果你知道嗎 這些菜鳥兵一聽到共軍的炮啊 什麼機關槍啊 嚇得躲起來 根本不敢動你知道嗎 他說再躲下去就是死 弟兄們跟我一起衝 衝啊 他一衝出去 砰的一聲 就被子彈給打傷了 印證的剛才那個女孩子講的 其實他當時沒有死 這失血過多而亡 為此我跟你講 後來就紀念他 成為他是古寧頭戰爭第一天首日 犧牲的最高階的軍官啊 原來啊 李光賢將軍他當時的時候 是在古寧頭戰役當中身亡的